各位UKAR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在上次的霍卡集瓶中 我們借了一輛HILUX 然後它車上裝了很多原廠的配件 那網友也希望我們可以再一次詳細的介紹 那輛車上的配件 所以我們這次特別跟總代理和泰 借了這一輛配件車 那這輛車其實它比我們上次借的那輛 它有更豐富的原廠配件 它的價格我們都會打在影片的上方 但是這些都是只有零件的價格 不含安裝配件的工資 那我們就來一一的介紹 首先我們看到車頭的部分 這輛車其實它裝上引擎蓋的撐桿 引擎蓋的撐桿就是讓你在打開引擎蓋的時候 可以更省力 然後你也不需要再去拉一個撐桿 然後去把它撐起來 這種是一個非常便利性的改裝套件 OK 那在車頂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這輛車其實它裝了這個 車頂的橫桿 那你其實有兩種選擇 一個就是你可以裝這個橫桿 然後另外一個你可以裝車頂的飾條 那你裝了這個橫桿之後呢 上面就可以選擇 你要裝車頂的行李箱 或者是車頂的腳踏車架 那我覺得這兩項其實對於那種 喜歡貨卡車型的消費者來說 都是非常普遍的改裝方式 那在車內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它就是有這個原廠運動部門 TRD的金屬門檻踏板 然後還有紅色縫線的TRD的排檔頭 這個就是在內裝的改裝配件部分 除了車內的改裝套件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到 原廠它也提供了這個TRD的貼紙 在這個貨斗的兩側 我們來介紹一個蠻實用的配件 就是這個尾門的橫桿 它其實是透過這個橫桿 然後去輔助你的力道 所以你在上下開關的時候 不用用很大的力氣這樣撐著 因為它如果沒有這個橫桿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兩隻手去撐著這個尾門的重量 那另外它在這兩側也加了強力的彈簧 那它可以讓你這個尾門關起來的時候 比較不用那麼費力 然後使用上可以更輕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後輪的部分 它也加裝了這個TRD的後輪擋泥板 那除了它有這個紅色TRD式樣部分 它也可以實際的發揮這個擋泥的效果 不會噴灑到這個車身上面 那我們這次介紹的這些套件 它跟外廠最大的區別就是 它是在原廠加裝的 而且它享有保護的服務 不過因為我們這次介紹的套件 它有分為原廠以及核泰自行開發的套件 所以呢如果是原廠的配件的話 它是享有一年兩萬公里的保固 那有核泰自行開發的配件呢 就像包含了多工的車頂架 還有圍門開啟的補助裝置 這個是屬於核泰自行開發的套件 未來我們也會拍攝更多的 車輛相關的收服配件的影片 那如果網友你有想知道的 或是想要看的車輛的收服配件的介紹 也歡迎在我們的影片底下留言 那我們也會帶來更為詳盡的介紹 敬請各位網友期待 謝謝 阿ジ、阿昌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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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